我们正好可以多讨论 我正式开始了 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就用中文了 非常感谢大家过来 和我一起讨论一下 数据保护工作组的 我们做的一些项目 我叫向前 我来自谷歌 然后主要今天我们会讲 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在 Kubernetes这个环境下面 一个应用程序 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组件 以及走过一些什么样的流程 来对它的数据进行一些保护 第二个是一个叫CBT的东西 叫Change Block Tracking 它更加多的是 在存储系统的那个层次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有效率的 提供一个通用的接口 给这个Kubernetes的社区 来做数据的 在持久转上的数据的保护 老套路 这是我们俩 当时一起成立的 一个叫新杨 他现在有两个联名主席 他来自VMware 他同时他自己 他也是那个CNCF和 Kubernetes的Sick Storage的CodeChair 然后呢 我就是第二个向前 我来自谷歌 我是个工程师 如果大家 因为今天人比较少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随时打断我 没有问题的 我可以 跟大家一起探讨 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走 这么一些东西 第一个是有一些更新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社区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呢 有哪些机构在参与 当然这是很简单的 然后再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成立这个工作组的初衷是什么 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要为这个社区提供 要有什么样的服务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的话就主要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会花在第四个方面 就是在有状态应用的一些备份 和恢复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模块 最后呢 会集中讲那个数据块 数据块修改跟踪的这个模块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一个事情 然后最后我们一个slides会说 如果有兴趣的话 随时欢迎加入我们 这些都是一些更新 就是首先第一个更新的就是 我们在去年和今年的时候 就发布了一个这个 Cubernetes上面的数据保护的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呢 是由来自各种行业的engineer 或者是PM 然后那个有存储系统的 也有备份系统的 也有Cubernetes里面的一些主流的人物 这个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蓝色的link肯定是可以点的 它现在已经发布到那个 Cubernetes的那个社区里面了 第二个的话是 整个这个工作组 大概有20来个人吧 大概多的时候20多个人 然后少的时候可能十几个人 我们每年会有一个年度的工作报告 这个工作报告里面会 集中地讲一下今年我们做了哪些模块 或者是设计了哪些模块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在 Cubernetes开源社区有个贡献 就是开源社区贡献其实是一个 比较繁琐的一个过程 就是推动东西可能会要慢一点 第三个的话就是 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演讲 就讲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小组 在从2020年成立到 2019年年底到现在 历年的每一年的这个 基本上每一个CubeCon我们都去了 然后有一些过往的一些历史 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些公司和机构呢 他们都有工程师会是产品经理 参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讨论 没有什么排名先后的 如果不小心漏了某一位国内的大拿手 麻烦你告诉我一声我会加上去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 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都应该对Cubernetes有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了解了 现在的话社区里面 它已经有比较丰富的 对这个有状态应用部署的支持 这些支持就包括持久转 持久转的申请 这样你的容器可以有一个硬盘 可以连上去 然后你可以写上你的数据 然后这个硬盘呢 它不是以前传统的那种 直接放在你的机器上的硬盘 而且是一个网络的硬盘 所以说你哪怕你的容器毁掉了 你的硬盘还是在的 然后呢也有大量的部署接口 deployment stable set 这种知识都很完善了 然后能够解决绝大部分的 day one的这个operation 这个day one operation很多定义 但是在我们这个工作小组里面定义 就是你的开发部署 以及你的CICD 就是你基本的day one的operation 然后呢 我们确实看到有 越来越多的 很多元化的这个有状态的应用 在逐渐往Kubernetes上部署 包括你的SQL Database 包括你的KYO Pair KYO Store Redis这种 甚至还包括一些SDS 就是软件构架的存储系统 都用Kubernetes来部署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可以快速迭代 也可以快速部署 你也伸缩性和高可用性 这些东西都是通用的 所以说你也不用绑到某一定的云上 所以有这么多的好处 然后这个DOK的报告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看一下 为什么这些人会往Kubernetes上面移 但是实际上的话 Kubernetes其实是 有一些方面是没有ready的 就是没有准备好的 就是第三点讲的 就是在数据保护模块这一块 它是非常有限的 现在 这个主要是跟它的day two operation 的需求是连在一起的 day two operation就包括什么 就包括你一个熔灾 一个备份 是不是回滚 这些操作 在Kubernetes上面现在是很难做的 特别是对持久转和持久转申请的 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后面我会讲到一些更细节的东西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tool 现在有一些工具 比如说GitOps 现在有一些免费的 或者是开源的 flux 和Argo CD 这都是的 这就是现在典型所谓的 就是config management as code 因为Kubernetes的本身的资源 它其实就是一个config 对不对 就是一个yaml file 它现在的主流的 就是对于没有状态的 应用无熟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GitOps的操作 来快速地进行回滚 当你每次更改一个configuration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这个configuration有问题 这个配置有问题 你可以马上回到上一个getcache 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回滚了 但是确定就是你看它不支持持久转的数据保护 这个东西它是做不了的 第二是安全敏感信息 包括你有一些secret 一些config map 里面可能存了你的password 对你的密码 那你不可能把自己的密码放到get上面去 对不对 大家都看见了 你的公共接口也不能放上去 这个也有解决方案 但是就是比较 你要自己去配置 它其实有一个叫secret manager的东西 它是可以来保护你的数据的 保护你的secret和config map的 但是这就是你两个系统都要维护 对不对 而且有一个协同的问题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具体应用数据的保护 这个是现在现阶段getoff是完全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 它不明白应用程序的语义 比如说打个简单的比方 有一个secret database 对不对 你做备份之前一般做什么 你要停止它的写 停止写以后呢 这个时候你的状态会处于一个禁止的状态 然后你再取一个快照 再用这个快照去做备份 然后再把它重新 把它的API打开让别人用 这个过程中呢 它会把这个应用程序本身的 这个内部的状态保存下来 然后它是个consistent的 它是一个一致性的 而在getoff上面 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 至少在现阶段 也不是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有了这些 day-to-opression的一些需求 然后我们真的看到好多这种 有状态应用在Kubernetes上面部署 然后这个我们的初衷 其实就是为这些 有状态的这些应用 提供一些基础的模块 包括通用的数据保护接口 以及相对应的控制器 Kubernetes的控制器 回过了这些 那我们就开始 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 去走一下这种 现阶段我们 对这个方面的有限的理解 这是一个图 这个我看一下 这是没问题 它有一些标志 这个蓝色的其实就是一些进程 那个绿色的是有的模块 或者是接口 然后黄色的是 正在组件中的一些模块 在搭建的 或者是在设计中的模块 或者开发的模块 然后那个橙色的呢 就是现在还完全没有开始的 然后图是从左看到右 它的流程呢 其实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是 有一个有状态的应用 就拿MySQL打比方吧 好不好 这就是一个数据库 是吧 它要有一个备份请求 那在Kubernetes里面呢 它其实是有两个资源 要不要需要备份考虑的 两类的资源 第一类资源是Kubernetes的资源 这些资源呢 它是存在API Server里面的 就是XCD里面的那些 其实本身来讲 就是一些YAML file 对不对 也包括一些Secret你的Service是什么 定义的 LowBalance在哪里 这些总体来说 它是全部存在API Server里面 然后呢 现在在Kubernetes里面 它有一个Kubernetes Application的一个API 那个Application的API呢 就是可以把这些 某一个Application的组成部分 全部组合在一起 然后用Label 来把这些所有的资源选择起来 然后这是一部分 它需要备份的 第二部分呢 其实更重要是它的数据的备份 这一份数据的备份呢 它并不是PVCPV本身 PVCPV本身只是一个Kubernetes Resource 它本身指向的是一个存储系统上面 Exposed的一个盘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数据备份的这个过程呢 它有分两种 一种是 这个有状态应用 它有一个原生的备份逻辑 比如说MySQL 它有MySQL Dump Orako Database 有Orako Database Dump 这个是 它其实的原理就是 它把自己Quiz 就是应用冻结了以后呢 它把它数据转存到 另外一个文件里面 还有一种是 直接把自己的 Righthead Lock 就是Wall Wall File 直接就转存到 Object Storage里面去了 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呢 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应用原生的备份 那还有一些 这种 有状态应用呢 它是没有这个备份机制的 它没有做到这么精细 或者什么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想引进的 就是这个Kubernetes 原生的备份控制器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呢 它主要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 当然这个是可选项 你可以不做 但是如果你要 Application Consistent 就是一致性的话 你就得做 叫应用冻结 这个冻结其实 说白了是个什么呢 就是你的应用的容器上面 会提供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说Freeze 你可以做FSFreeze 或者是做任何的Freeze都可以 然后就可以停止写 冻结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这个原生备份的控制器 会对它下面的 所有的持久卷 做一个快照 但这个快照 就是个CSI的快照 CSI快照 快照完了以后呢 它立马就会解除 应用的冻结 这样的话 它可以把应用冻结的 这个部分控制的时间 非常短 如果你要做备份的话 因为备份要写到远端 所以这个过程会非常长 所以我们一般的不会 在应用冻结和解除 应用冻结中间来做备份 而只是做快照 当然最后 做完这些东西以后呢 都会有一个过程 叫备份的导出 这个备份的导出呢 它又有一个模块 它又有一个备份的储存库 现阶段来讲呢 就是为了支出的一些考虑 这个备份的储存库 一般都是基于对象存储的 因为它便宜 它可以存的时间也很长 你还有archiving 它存的那个 SLA的那个aviability 也很高很高 有13个9的 叫做aviability 这个储存库呢 现在那个Cosy的那个 在Kubernetes社区里面的 Cosy的那个initiative 其实就是一个S3GCS 就是这几大主流的这个云厂商 能够用Kubernetes的语言 来进行这个bucketed operation的 就是能够分配一些 对象存储里面的一些桶 然后可以做它的那个 life cycle management 这个呢 这个Cosy就可以作为一个 纯粹的备份库 右边这一大串 这一大串除了那个容器通知接口 不过包括持久转的快照接口 现在已经有了 就是CSI snapshot 持久转的备份接口 现在还没有 现在也没有设计 因为这个东西还挺难的 然后持久转的一致性组 什么是一致性组呢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application 你有五个持久转 都attached到你这个application 这个container上面了 这个容器上面了 这个时候你在有些情况下 你的应用是不能冻结的 或者是你不想要用 应用层次的这个一致性 但是你又想保证 每这五个disk之间 它的快照是一致的 这就要用这个持久转的一致性组 现在这个已经是alpha了 然后包括后面还有一些持久转的 这个格式转换 还有最后要讲的就是数据块修改 这个跟踪的接口 我会到时候会 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个接口 这个数据块修改跟踪的接口 这就是备份的一个过程 如果有 你说 这是个好问题 问题是应用冻结的这个接口 是什么样形式存在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有好几种方式 我们一开始试的 就是像你说的 就用CRD 但是被拒绝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这个应用冻结 它只是解决备份系统的一个问题 但是Kubernetes社区 他们想要的是容器上面 就是容器本身的那个API Pod的API 做一个改变 然后能够支持 seek term seek term 然后standard out 这种标准的这种 unix的这种命令 所以说 最后选择的方向 是往Pod里面去加一个 加一个Field 加一个Trigger 然后最后的话 当然这有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还没办法解决 因为这个需要很高的安全性 你直接对容器发一个命令 这需要你有root 在那个机器上有root 权限才可以做的 就是因为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我们现在还没有 完全解决那个安全性的问题 现在选择方案 是在Pod里面加一个Field 对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 如果你足够快的话 其实不需要的 所以说你要控制到 足够快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这个应用接口里面 是可以实现的 就是上面那个绿色的 Ka子的应用接口里面 是可以实现的 就是你想描述的 其实这是一个数据链的流动的问题 你要从最上面开始切 然后一直切了 其实你只要切最上面就行了 然后下面的就没有了 只要它Drain就没有了 对不对 你说 对的 对对对 不不不 它发Signal的这个定义是 应用程序本身 它自己要定义的 比如说你是个SQL database 那你就在SQL的那个level去定义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一个word typer 是一个blog 那你可能在service那层 在load balance那层截流 所以就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提供接口 但是我们不提供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行 那我继续啊 时间有限 然后 这是相对应的 就是还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就是你做了备份是吧 你没有恢复那什么都没有用 一样的道理就是 在一个恢复的请求过来的时候呢 它是要先把 它的备份 从备份存储库里面拿出来 然后导入进去 然后第一步是 一般来说是做 Kubernetes的资源恢复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是个非常高的一个 一个鸟看图啊 实际操作的时候 就像 刚刚那个同学所说的 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的dependency 就比如说你要 先恢复哪 先恢复stateful set 然后再去恢复它的PVC 然后还有delay binding 这些config在里面 对不对 还有一个sequence的问题 但这个还好 就是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复杂 还是可以做的 持久转数据恢复 这个是最难的 这个就包括 它也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应用原生的恢复 如果是应用原生的话 就是直接把备份 从存储户里面拿出来 然后直接就导入了 MySQL就给它 自己给一个导入的命令 运行那个命令 它就把数据给 populate上去了 那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可能要支持 我们要支持的 就是Gubernetes再生的 这个原生的 这个持久转的数据恢复 这里面就可能就是 比如说rehydrate 就是从一个快照里面 把一个volume给做出来 或者是你先 先产生一个空白的持久卷 然后再把数据给拷贝进去 就是包括了所有的这些模块 持久转填充的 持久转填充的这些接口 这其实不是个接口 它是一个operator 它其实 它所做的就是 不停地从这个备份储存库里面 储存库里面 把数据拷贝到空白的 空白的那个持久转里面去 拷贝完了以后 再把这个PV给它bund起来 这个时候你再attach上去 就已经用你以前的数据了 这就是个有状态 应用恢复的一个过程 下面的话 我们集中的精力讲一下这个 这个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吃个挺难的 我还是做一点101 因为有的人可能很了解 有的人可能不太了解 什么是数据会修改跟踪 它其实就是一个 或者是一系列的接口 对不对 然后它作用于一个持久转 它不会作用于几个持久转 然后它其实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 你像现在一个时间点 在一条时间轴上 在任意时间点 比如T1 你做一个快照 你的存旧系统里面 可能它长成这个样子的 就是物理存旧系统里面 可能就传为1 过了一下以后 你再做一个快照 你的物理存旧系统里面 那些红色的块块的变了 你做了一些写操作 对不对 或者更新的操作 然后呢 这个接口它要产生的 其实就是把这个2345给拿出来 它之所以这样做的语言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也大家肯定可以想象得到的 就是增量备份 对不对 你如果每个都备份一个 你有一个2TP的这个disk 2TP的这个disk的话 你每次整个存下来的话 你每个备份都在2TP 但是说不定你的更改量 可能只有5% 5%就是可能只有10个 100个Gb 对不对 可以极端地减低你的这个 极大提高你的空间使用效率 然后呢 可以降低你对网络 和你的带宽的需求 因为所有的备份都是要 备份到不同的区域 才会有意义 这样才可以做融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做的是备份 不是做那个回滚的系统 然后延迟也会低很多 因为数据量拷贝少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作为Kubernetes 我们这个社区来讲的话 我们想做的是 捷偶这个备份协论和存储系统 因为存储系统有很多家存储商 备份系统有很多家备份系统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每个人都 出来一个接口的话 那最后就是大概就一团糟 因为基本上就没办法同意 然后也不是没有输出 其他的那个数据备份的选择 确实有啊 刚刚我说了 完全备份 对不对 还有这个存储系统相关的 这个增量备份接口 那个可能效率更高 我说这两句话 就是因为中央没有这一层嘛 公有人上的一些 比如说谷歌的这个PD Persistent Disk 它就有增量备份的接口 是极于快照的 然后AWS的那个也有 华为云的也有 它都是基于增量的 但是这就是意味着 你的备份系统是跟云相关的 还有一个叫 也有一个开源的 叫Restic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具 它也是增量备份 但是它不基于任何存储器 它基于的是文件系统的改变 就比如说它把 有一个文件它改变了以后 它把这个文件mark起来 每次计算的时候 它会根据那个文件里面的plot 它自己内部有个算法 去算哪一些块进行的改变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下一个就是 我们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就是包括 我们解决的目的是什么 解决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我们想要通用的这种CSI的标准接口 就是Container Storage Interface 这个标准接口 用这种标准接口的话 就会至少让存储系统 在这个层面有一个比较完整 或者是比较通用的一个实现方法 第二个其实比较难 就是要符合Covernet的安全标准 至少不能比现在的安全标准要差 你可以不比它好 但是不能比它差 然后第三个就是避免要过载 这个API Server 因为它每个TB的持久转 大概能够产生5GB的原数据 这还只是原数据 这不是真正的数据 那个更改块 它只是哪些块改变了 这个原数据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非目标 非目标就是 我们不要去提供数据块的 数据读取的接口 因为这个一般是跟存储系统相关的 一般跟备混软件也是相关的 跟我们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然后也不会去提供文件修改 这个跟踪的接口 因为文件修改的跟踪接口 可能更加适合于Filer 就是NFS或者是SMB这种Protocol doBlockDevice就是快的 可能不一定会非要有文件系统 如果像卡夫卡 它用快存储的时候 就是原生的快存储 但是Realistic提供这个 如果你们想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一下 Realistic是它可以给你一个API 然后在两个快照之间 返回所有改变的文件 这么一个单子 这个东西在实际中是非常有意义的 特别是有一些 小印用的时候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说文件层次上的回滚 这听起来挺简单的 但是做起来其实还是挺难的 难在哪个地方呢 第一个难点就是命令式和陈述式的这个冲突 大家都知道这个Kubernetes的资源模型 它叫KRM 对不对 Kubernetes Resource Modeling 它都是程序性的 就是一个YAML法 对吧 一开始我们采取的路径也就是自定义资源 就是CRD加Aggregate API Server 就是避免API Server去存储这些CRD 但是要pass to 要通过API Server来serving Rest endpoint还是在API Server上面 这样我们把这个CAP提交上去以后 就被拒了 直接就被拒了 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特别是第一个备份的时候 数据量是最大的 直接备过以后 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命令式的 等会我会讲什么是命令式的 第二个是要有通用的接口 来去掩盖存储系统的溢构 解决方案就是CSI接口 就要让我们自己社区 会维护一个这个GRPC的一个服务 然后呢 把CSI的接口的实现 推给存储系统以后呢 变成私有化的API 然后呢 去把GRPC服务提供的这个通用接口 变成公有化的API 第三个就是安全 就是如果我们一旦介入到 这个GRPC的服务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有这个 AuthN和Z的一个过程 就是每个客户端我们要 因为这涉及到用户的数据 对不对 它最终是可以读到那个数据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对安全性的角度上是有点小高 这个就是具体的设计的样子 我把它抽象了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绿色的 就是API call API server call 红色的是GRPC call 至于是GRPC的TLS call 还是GRPC的Unix socket 这个问题关系不是很大 但具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第一 这个备份系统 它就是个client 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个客户端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 到API server里说 发一个token request 说你给我一个token 然后这个token可以证明我是我 我是备份系统 比如说是吧 然后拿到这个token以后呢 它会对我们提供的这个公有的接口 就是GRPC的那个接口说 这是我的token 然后把这个两个快照之间的 这个修改了快的这个list给我 这个公有的接口它接到以后呢 它里面其实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sidecar 就是那个快照元素的一个容器 下面是一个CSI的私有接口 这个sidecar是主要的business 就是处理这个业务逻辑的 它接到这个token以后啊 它就说 它到API server里说 它是不是它 它就把那个token送过去 做一个tokenreview 确认这个link牌是对的 确认完了以后呢 它会API server 它会返回一个它的identity 它user的identity 就是这个备份系统 就是backup service account whatever it is 是吧 它这个service account 然后它再拿这个service account 因为这个备份系统说 我要快照一和快照二 去问API server说 哦有没有这么一个rback 说了这个service account 对这两个快照有access 这个就是那个第四谱 它要检查这个权限 叫subject review 做完这个也说 API server说 OK它有它有 它有的话 它再去拿这个snapshot的ID 这个已经涉及到敏感的数据了 对 snapshot的ID 其实是存储系统上的一个unique的identify 你是可以用这个ID 对存储系统做一些操作的 它拿到以后 再把这两个ID呢 打一个包 通过这个csi的私有接口 然后去 去query这个存储系统 去查询存储系统 然后存储系统再把 所有的更改链 然后打成包 送回来 然后原处数据这个sica呢 再把它包装成 公用接口的 公用的接口的格式 然后返回这备份系统 这个时候备份系统就可以拿到 这个更改的 这个list 这个区间了 这里面有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 我们之前也说了 一个tb可能可以产生5gb的原数据 对不对 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 你一个grpc call的时候 肯定是不能完全把数据 全部读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pagination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备份系统 这个客户端的话 它要提供一个 上一个页的那个index 然后可以持续地读 下一些页的一些改变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 它实际的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可能还要更多一点 但这个你不用照 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发一个链接 它有个专门的slice 专门讲这个的 我只不过是把它放在这里看一下 现在的话 这是主要的开发团队 都是有两个是从备份系统来的 叫Evan 他们是 还有一个call 有一些是存储系统的 还有一个是备份 两个是备份系统的 而我们发布的目标 大概就是在 Kubernetes 1.29的时候 会到Alpha 然后现在进展的是 这个cap的社区审查 然后CSI接口也在社区审查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 就是现在Kubernetes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你要做一个这种 fundamental的改变的时候 或者是加一些新的feature的时候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 当然这些观点都是好的观点 绝大部分都是好的观点 所以说这个审查的过程会非常慢 然后我们有一个原型 这个原型就是用LVM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LVM来做的 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事情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有个主页 这个主页就是讲我们这个 Protection Group的 然后我们有个定期的会议 大概是礼拜三的 每两周 礼拜三早上九点 那里有个会议的议程 然后所谓的会议记录 都在YouTube上面 要翻墙才能看到 然后邮件的论坛 就是也是一个Google Group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 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到的 然后还有个Stack频道 我看看啊 时间好像刚刚好 谢了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随便问麻烦你 您说 谷歌在中国有团队的 但是谷歌语言在中国大陆是没有 暂时是没有复盔 暂时我没有听说过 问题是最终是不是要用命令行 我们的想法是不是 就这个 最左边这个是有状态应用的恢复请求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最后可能可以变成一个CRD 它就变成一个CRD 变成一个资源 一个Kubernetes的一个资源 然后这个资源会有一个controller 就一个相对一种控制器 来协调这整个这个一个过程 但是这是我们的远景 但是我觉得做起来真的非常非常难 可能可以支持一些应用程序 但是你要支持 现在比如说卡夫卡就特别头等 因为卡夫卡它是个 完全distribute的系统 它每个topic的那个leader也不太一样 然后你要做到一个在卡夫卡的那个层面 做application consistence 就是应用一致性的这个快照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现在包括AIGC的这些也是一样很难做 可能是我们想的是先扩展一下 看看能不能支持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 比如说MySQL这种它是比较简单的 它可能有一个 有一个active and standby这个模式 是不是就是有一个热能的这个模式 但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现在是完全分布式的话 其实在Kubernetes里面做这个 真的是挺困难的 但不是通过命令行 是通过一个Kubernetes支援 按您说 好 问题 这个问题是 有快照了 我为什么要导出 对不对 非常好的问题 我简单地回答您一下 首先快照有很多种 你要看是哪个云 很像谷歌云 我就用谷歌云打比方GCP 它的快存储的快照是有两种的 一种叫local snapshot 就是本地的快照 还有一种叫remote snapshot 是软程的快照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本地的快照是在 本地的快存储上做一个mark 假设你这个disk丢掉的话 你这个mark也没了 它非常快 可能微秒即 对不对 但是非常的容易丢 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系统的升级 这个时候 你的存储系统 大概率上是不会出现故障的 是不是 如果你系统升级以后 你发现这个软件有问题 你要做回滚 然后要非常快地回滚 它解决这一类问题 对 但是它存储系统本身 它是可以fail的 对不对 它如果fail的情况下 它就需要有远程的备份 来恢复它 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备份导处 你可以看一下它有两个箭头 第一个是Kubernetes的资源备份 这个存储系统是不会给你handle的 对不对 你得自己打个包送走是不是 然后Kubernetes原生备份器的 这个控制器 它用持久转的快照 或者是备份系统的时候 这是没有箭头的 你发现没有 持久转的快照和备份 在那个角落里面 在中间那个角落的地方 因为这个是跟存储系统相关的 如果跟存储系统相关 它存储系统本身 已经支持远程的快照 它就没有必要做这个备份导处了 它变成一个resource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做了这个持久转的快照以后 它在云里面是有一个resource的 是有一个资源的 你要把那个资源拿出来 然后打包到这个Kubernetes资源里面去 因为你在做恢复的时候 你是要用那个ID的 你说 对 又是一个好问题 这个已经超出我们这个community的这个范围了 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 不光光是 因为有好几种 好几种应用场景需要这个 需要你刚刚说的这个功能 第一是 从本地的服务器 比如说我自己的收入中心 挪到云上的时候 我可能就需要这个 对不对 还有一种就是 你做熔灾的时候 你想要做极权层次的熔灾 你不想做某一个application的熔灾 因为从一个大型的企业的数据保护官的角度上来讲 他不在乎你里面有多少个application 他不在乎里面有多少个应用 我在乎的是 你这个集群是不是受到保护 所以说这些都是实际上的问题 这个东西呢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只有备份厂商才能做出来 像我们作为一个community 是不会提供这样的 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么高的API 它必须要局限在这个cluster里面 您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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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热杯是完全不冻结吗 嗯 对 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两条线的原因 你刚刚说的这个 首先 我先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 在解除应用动机的时候 如果那个东西非要了怎么办 对 它会锁死 现在我们也没有解决方案 而且这是一个难点 我们暂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可行性的 真正能够有意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只能依赖于应用程序本身 能够提供比较有依赖性的 有比较reliable的这个接口 这是没有 我们从这个本身的 从我们community本身的角度上讲 我们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是个冷杯还是个热杯 这个东西 如果我明白你的那个 问题是正确的话 其实你在乎的是 这个过程有多长 如果这个过程是两毫秒 然后你可以中断 你可以中断写两毫秒 那就是个热杯 从你的角度上来讲 对不对 如果已经超过两毫秒 或者剩一分钟了 那就是个冷杯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在 我之前讲这个时候 就是应用冻结和解决应用冻结 这个是个非常危险的操作 它之所以要引用这个东西的 主要原因是要在做 有状态的这个application的一致性 因为你没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冻结这个部分的话 你没有办法做一致性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 那个MySQL那个 或者是Postware是类似的 它就是两个操作 一个是FS Flush 一个就是FS Freeze 它的解除应用冻结 就是一个操作 FS and Freeze 对不对 就这么几个操作 如果这个快照的过程 这个跟存储系统相关的 如果快照可以在 比如说一毫秒之内发生 然后我们自己的controller 然后在应用冻结和解除应用冻结的时候 可以飞快地发生的话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个热杯 只不过是那个备份导出那一块 这样子说 如果要 不能依赖于存储系统 做离线的备份导出的话 它的时间就会很长 是不是没有时间了 下一个开始的说 如果你们还有问题的话 我就在这里 欢迎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